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在這裡為大家更新特發消息, 是今日,5月9日下週1點15分, 有人報案是黃大仙中心北館, 有個男人拿刀追著一個男學生, 擔心有危險,大批警員馬上趕到現場, 然後知道這個男學生是無受傷, 就已經跑回附近的學校求助, 有大批警員現場搜索握刀的男人, 現在根據最新消息所知, 他是30歲,米7高,身形是肥胖, 案件就叫做藏有攻擊性武器, 然後展開了調查, 昨日有一單賽檔在戶斬新聞, 結果今日黃大仙那邊有人追著男學生追斬他,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? 連續這麼多日, 就好像你荷里活那單案件, 都只不過是6月頭發生的事, 你中間這麼多日幾乎是每一日都有這些斬人的案件, 其實有沒有方法是可以令到這些案件減少的呢? 派多些的警力去周圍巡邏會不會好些呢? 因為你如果日日都有這類案件的話, 其實市民來說都人心惶惶的嘛, 再加上昨天叫做港鐵彩虹站那單斬人案, 希望警方快點抓到人啦! 今集先跟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吧! 我們下集再見吧! 拜拜!